下面介绍一个不是水果啊 叫干果 什么果 对肺特别好 银杏啊 银杏 这个银杏啊 我们我们院子里有好多 好几棵银杏啊 但是这个银杏树也不好养活 银杏树不用说了 是一个高大的桥木 但是呢 这个高大桥木跟那个 霓虹桃一样 什么呀 雌雄易珠 所以一般这种银杏都是一公一母 是吧 然后有公有母 这个母银杏上才能结这个果实 是吧 在北京 有个传说叫先有坛哲寺 后有北京城 也就是在西山深处那个坛哲寺的 建寺的时间要比北京城建城时间要早 是吧 在坛哲寺呢 就有两棵特别大的银杏树 是吧 银杏树呢 又叫公孙树 因为它生长周期特别慢 是吧 然后可能爷爷种下来到孙子那里才能尝到它这个果实 所以又叫公孙树 但是呢 银杏这个叶子呢 那种那种黄叫明黄 就是皇帝喜欢的那个颜色 所以一到秋天 北京有两个地方看这个银杏 一个是我说藤泽寺 再一个就是 第二台国宾馆外面有个银杏大盗 是吧 那秋天 金黄色的银杏一儿一落 是吧 真是很美 是吧 那么银杏的这个 我们吃它这个银杏呢 不是它的果肉 是它的种子 是吧 银杏成熟以后 它会自然掉落 但是那个银杏的肉是特别臭 是吧 你有银杏的地方 你是看着好看 其实周围人呆着特烦 是吧 那银杏肉真是很臭 然后把它的肉剥掉以后 它有一个壳 那壳不是很硬 是吧 把壳敲开以后 里面有个银杏的果实 我们用这个银杏的这个果实呢 用它的食来入药 但是呢 银杏的果实有毒 所以它主要的毒呢 存留在银杏的芯里面 所以吃银杏有个讲究 你可以吃它的果实的那个褂 一定不要吃它的果实那个芯 是吧 另外要把它那个种皮要剥掉 是吧 这个我们中华大地吃银杏的这个习惯 好像不太 存留的不太多了 反倒是日本人把这个吃银杏的习惯给保留下来 是吧 所以在日本的这种烤鸡 他们叫火鸟店 是吧 火鸟店就是那种烤串的地方 基本上就给你上一串 那个日料店都有一串烤的银杏 是吧 它一般是用那种嫩的鲜的银杏 然后剥掉壳以后拿个竹签一穿 是吧 还带着它那薄薄的一个种皮给你烤熟了 就拿去让你吃 吃到嘴里嘛 有甜的味道 还有一种苦的味道 还有一点色的味道 但一般人不讲 就连那个芯就吃了 是吧 吃完以后呢 就是会有点那种苦涩 甚至有点发麻的这种味道 日本人保留这个传统 韩国人也保留 中国人反而把这个传统丢掉了 啊